大家好 欢迎收看8月30号的大花莲 地方新闻 我是十一玉兰 新闻首先来看到 暑假结束 不少国中小学都陆续开学 而30号的上午花立县教育处在国风国中 办理了112年全年度 第一学期开学典礼 即反霸凌宣誓大会 现场许正伟也亲自到了现场 其勉同学收心之余 也要珍惜和同学们和平相处的时间 并拒绝霸凌和暴力 全国中小学8月30日开学 花莲县府教育处在开学之际 上午在花莲县里国风国中 办理112学年度第一学期开学典礼 即反霸凌宣誓大会 集合全校师生与体育馆 一同进行友善校园宣导活动 宣誓共同反霸凌 县长徐正伟亲自到场勉励学子 要珍惜宝贵校园时光和学习的时间 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 我们很多的同学是新生 是从国校升到了我们的国中 非常非常的开心 因为你长大了 你关了一个学校 一个学习的领域 而且比较更远一点的距离 然而又有很多的新同学 新人脉 而国二国三的学长学姐 也都升高了一级 你们已经变成学长学姐了 哇 那个走路有风 而且非常非常的有浓郁感 我要带给学弟学妹们 有哪一些的标杆和榜样 我想这就是一个责任性 而这是从每一个人的责任性 开始做起 谢谢这里真位阿姨 祝福大家珍惜在国风所有的每一天 你的每一个同学 因为每一个同学 都有他的优点和长处 而我们见贤私情 见不贤内自行 我们自己看 我们还有哪一些是要调整过来 国风国中校长刘文彦 请自向全体师生宣导友善校园意涵 并配合教育部112学能度宣导主题 校园诈骗防治 你快乐我平安 幸福教育处表示 教育部名帝每学期第一周为友善校园周 华联县各国中少于8月30日至9月8日 规划办理友善校园多元化教育宣导及活动 期盼建立学生正确人生观 营造友善校园环境 记者长帮演华联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